记者500宣台北报道,台湾大学创校90周年今10日,半毕业典礼,代理校长郭大为上台致辞,重提校长临选争议,让台大陷入巨大危机,认为政府不应该干预临选结果。 台大校长临选争议未休,从1月5日选出财经系教授管中敏为下任新校长后,管中敏遭揭发,未揭露其担任台湾大哥大独立董事与审计、薪酬等委员兼职,与临选委员蔡明星同董事会,有利益回避问题,遭教育部认定影响临选公正,为何被管的人士。 但台大坚持要政府聘管,已提出夙愿,不排除花三年打官司,乃至视线台大金棒弊点,代理校长郭大为上台致辞,简单约600字左右的声明,出祝福台大西许对毕业生展示高飞,重提早年棚莱米,干颜防治,李远哲与姚妻治或诺贝尔奖等,话锋一转, 要众人思考台大是否是一所伟大的大学,郭大为说,现在台大陷入巨大危机,台湾高教出问题,随国立大学校院协进会,私立大学校院协进会等声明,指出政府不应干预临选结果,交部职责是完成聘任程序, 但台大三月,五月的校五会议决议得不到政府尊重,强调会坚持民主法治,教育政治分离的重要,是社会责任, 郭大为希望,毕业生在创新变革的时代,要有理想,有荣誉感,对社会国家要有责任感,对弱势同理等, 台大责任是培养国家,社会,汉业的领导人才,应扮演推动国家社会进步的动力,要有随千万人,无往以为的精神, 但教育部日前已多次针对台大校长临选,调查两个多月,做出事法性处置,认定台大校长临选程序重大瑕疵,使临选不公, 5月初发含要台大重启临选,但台大延当一月未作为,交部指出, 假使不合拼贯中民是行政处分,但台大依法还是要执行行政机关的行政处分, 一级人民不得拒绞罚丹的道理,呼吁台大应赶紧重启临选,避免延当效务,影响台大发展。